下个月美国神韵艺术团即将第七度来台演出 神韵节目内涵弘扬中华正统文化 中校结议深受各界赞扬肯定 彭加南区六个同济分会决定赞助120位台南四所 国小落实学童观赏今年的神韵演出 在台南市神门国小学生演奏的国乐声中 国际同济会彭加南区六个分会 赠送120张神韵晚会门票 给台南四所国小的弱势学童 赞助他们有机会观赏到世界第一秀 我们的宗旨就是照顾儿童第一优先 关怀儿童乌眼佛界的一个国际社团 尤其是弱势的小朋友 家庭清寒的小朋友 台南市教育局副局长王水文 看过美国神韵艺术团的演出 他非常认同神韵节目对孩子身心的正面影响 神韵舞蹈团我相信它的内容 是非常的精彩 在我们台南这边呢 也已经演出好多年了 这个是有口皆碑啦 我们希望这些小朋友 能够享受一场非常精彩的艺术饗宴 接受赠票的国小校长表示 对同学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欣赏美的艺术 敬而提升品德 他们能够对一个美的事物有兴趣 那持续的往这边来发展 如果说孩子社会国家很喜欢美的东西 那我认为未来会更好 那么我们一面观赏一面也是从中去学习 学习观赏的礼仪 学习一个艺术文化的一个如何学习 那我想说在学校有心的这样引导之下 孩子一定可以学得很好 让学生来了解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 中校结义方面的一些品格教育 中国新年后 美国神韵艺术团将第七度来台 在全台八个城市巡回演出 喜爱神韵的朋友 就能再度观赏到全新的一台神韵晚会 新闻的电视时间望 台湾台南采访报导 接下来